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感觉到现在我们的进度也算挺慢的 因为感觉这次节目也挺多的 然后两天也有三分之一不同的节目 因为还有battle要摆两天 所以就感觉这些方面 期待的话就希望那天能够演出成功 就肯定是 我肯定是觉得自己能够克服 然后我觉得肯定尽自己的权利去做 第一天表演的朱志欣 希望你的心态放好 然后保持冷静 不要慌 第二天就是第二天的朱志欣 就希望你去就是去尽情的享受舞台吧 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是串场时间 也俗称拖延时间 现在呢由我来拖延一下时间了 然后呢现在的我可能现在正在换衣服 大家也都在换衣服 所以可能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然后呢我来干什么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我手上了吗 有一桶泡面 然后呢还有一根肠 今天呢我就来当一下吃播 然后呢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怎么吃方便面 首先第一步 打开包装 然后垃圾要放在自己裤子里面 然后垃圾要放在自己裤子里面 撕开这个 OK调料呢都拿出来 打开直接倒 然后呢把这个再打开 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把所有的都放在里面 然后呢就是泡水 OK现在呢水也解好了 然后呢现在要等待 等待这个面煮好 可能每个人喜欢吃的硬度不一样 我呢就比较喜欢吃硬 所以呢我一般等一个 凭感觉可能差不多一两分钟 看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熟了绝对熟了 第一口先给大家吃 这种口感啊就刚刚好 因为我就是喜欢吃这种比较有嚼劲的感觉 所以我吃的是非常合适的 还没换好衣服吗 怎么回事 我感觉我已经 就是为你们争取了很多时间了 现场要催一下 让他们快一点 哇 我都不想说 尤其是那个姓张的 张什么豪那个人 他换人 姿妈每一次都是他 他穿个裤子 哎哎帮我穿一下帮我穿一下 哎呀 就穿不来裤子一样 他们上场了吗 还没上场 我觉得他们应该上场了 ok 就到这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又来到了吃播时间 也俗称拖延时间 对 然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饮料 首先呢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高一点的这一瓶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喝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喝 还是老规矩 第一口先给大家 清凉 甘甜 爽 爽 好喝 下一款 这个看起来就 不一般 就这种东西啊 平时都不能喝的 我说我平时很讨厌喝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对身体也不好 但就是要帮大家加拖延时间嘛 这些人 没有办法 确实好喝 哎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两款东西喝多了都不是很好 但是呢就是好喝 我现在感觉我已经喝的挺饱了 然后呢 时间差不多就到了 然后呢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舞台吧 拜拜 还有这个问题啊 没有特别充分吧 没有特别充分吧 嗯 但是 尽力了已经 担忧 就是很怕歌词记不住 我在唱或者在说的曲目还是比较多 对很担心自己 歌词记不住 期待 主要是 我得确保自己没有担忧才敢期待 嗯 之前是音乐大师课 去广州长龙野生动物园演出 你甚至可以在动物园的一个立牌上看到我的人像 应该是有的 好像是 我记得 不是 当时 你说会有吗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应该会有 广州有什么呀 广东小美食 嗯 吃 吃早饭 嗯 应该吃过吧 但可能忘了 啊对之前吃过 之前因为我们住那个 长龙野生动物园那个酒店嘛 对 反正是 吃住全包 哇 那个自助餐 就是很不错 就是对22号的张泽宇说 希望你目前来说演出还算顺利 接下来的舞台能够好好发挥 表现好你自己 呃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简单的喝口水 休息一下 毕竟我们还没上台 对 这个短片就是 在线上也可以看到 那我 那我就再说点吧 因为怕实在是就是这个衣服换不过来 很匆忙 然后就是 呃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 上半场我们的battle节目 然后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票 是投向哪一方 就是你最心仪的那一个节目 然后深思熟虑之后 投出你的至关重要的那一票 啊这不好吧老师 我坐在这 我如果说除了我节目之外的节目 应该不太好吧老师 嗯 大家可以投出自己至关重要的一票 你的每一票都关乎于练习生的 哈哈哈哈 呃对 上一场大家应该也听过了 那差不多就说到这 我应该衣服换好了 ok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视频快放完了 对 就现在预录的已经要放完了 你赶快 准备上台了 3 2 1 又开始了 ok 拜拜 哈喽24号的张泽宇 我是 10号的张泽宇 呃现在呢 你已经表演完一天的节目了 你可能现在会有点疲惫 而但是呢 就是希望你打起精神 应对好最后的下半场的这些节目 而然后呢 可能你因为昨天的一些 呃呃 昨天的演出 可能今天就是状态可能没有昨天好 但是你要打起精神 快点换衣服 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 对 这个VCR还是就这么短 我能帮你说的呢 也不是很多 因为昨天已经帮观众朋友们说完了 然后今天呢 还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 可以喝一口自己手里的水 吃一点自己的零食 吃个润喉糖什么的 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毕竟我们还没有上台 对 然后呢 呃可能在20秒之后我们就要上台了 对 但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呃 期待我们的舞台吧 然后 回想一下上面场的八个battle节目 对 然后投出你至关宝贵的一票 差不多就这样了 也不知道后台的张之余有没有换好衣服 嗯 马上上台了 拜拜 啊 很棒 对观众 就是 可能 嗯 嗯 嗯就是 到时候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对 比如说跳错或者忘词啥的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对 非常感谢大家 去过 印象 感觉太小了 没什么印象 五年前了 对 感觉特别久 所以就 就不太轻了可能 没有 没有 真没想到 哪有空世界上那个 哪有空世界上那个 现在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波波呢 未公开的一些照片 还有一个视频 对 先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照片 水 吹空调 很傻 还有口水 然后 还有 还有这个 全都是我姐把握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然后 头在地上 就是身体就是在那个 这是什么垫子上吧 睡觉 还有就是我姐半夜拍的 我波波在吃东西 吃夜宵 OK 差不多 换衣服 赶快换球球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章吉 然后现在呢就是 是一起来数一个 多味花生 OK先拆开包装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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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三个 十三个 十四个 十五个 十六个 十七个 十八个 十九个 二十个 三十六个 六十五个 六十六个 十五个 十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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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紧 任务重 感觉就这么点儿 只是感慨一下 好 我觉得可能 万一那边太热 比如说舞台上会不会中暑 感觉就比较担心中暑 好像 七月份的广州好像很热 之前去过深圳 好像就离那儿比较近一点 就已经很热了 没有到时去深圳是因为去 大师兄们的演唱会去 就是真的很热那里 我感觉重庆如果是闷热的话 那里就是 被太阳直接照射的感觉 那就 那个时候很热嘛 希望到时候去那里的 朋友们也做好 抗暑的准备 那么大家好 我现在以VCR的形式出现在视频里 为后台的坐航拖延时间了 他现在估计才开始脱外套吧 那我就给大家整点魂 我决定教大家一些 锻炼自己的知识 强身健体 首先教大家一个单手俯卧撑 是吧 首先把手摁到你 可能眉心正中间的地方落下去 然后摁下去 然后就两只脚 跟你肩的同宽 然后或者说 可以再宽一点 然后就核心使劲 然后手臂使劲 然后可以这样稍微测一下 不用那么平也可以 然后就发力 让它起来 对吧 这就是单手俯卧撑 那么现在呢 那哥们应该也换到 鞋或者裤子了吧 那么就 再教大家做点简单一点的动作 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坐着了吧 可能大家看演唱会 看到现在多少也有一点累了 那么大家就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双腿 那么怎么放松呢 首先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脚举起来 然后找到你小腿的 黄金分割线的正中间 应该会有一条 咱们的那条叫筋肉 大家就可以用你的指关节 然后戳进去 然后这样上下来回摆动 就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这样呢有便于大家想站起来看的时候呢 站得更持久 或者说大家想呐喊的时候呢 喊的下盘更稳一点 那现在应该差不多就开始改装了 应该也要完事吧 他就要上来了 那么大家期待一下 接下来的左航和他的兄弟们吧 那么大家看到现在觉得 哪些节目比较符合大家的胃口呢 那我们在这做一下意见调查 是吧 那么大家是更喜欢乐器呢 还是纯唱呢 还是说唱呢 还是唱跳呢 大家可以说一个你们的答案 虽然现在的我听不到 但是 或许舞台上的我会为大家记住这个答案 嗯 收集到了大家的意见过后呢 我们也会做出更符合大家口味的节目 嗯 那么大家请说出你们的答案吧 好 那我想应该是听到了 虽然现在后面换衣服换得很着急 很好 你们的答案 我们会反馈的 他就要上来了 他应该到台口了 他应该在戴耳发 他应该拿上麦克风了 他应该 嗯 他应该站得很直了 好的 好的 他应该来了 我自己列了一个那种清单 然后呢 我就是学完了节目 然后就给它杠掉 然后呢 开始学的是没有学完的 然后就给它涂红 目前还算 还算可以吧 嗯 反正一切都还挺还行吧 嗯 担忧就是 因为 就是我那个 battle 斗琴的那个节目 这次这个 斗琴的这个环节 对我的 考验是相当的大 对 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就是每天我出校之前 我我我都 我都要想一下那个 铺子我不想 我睡的都不踏实 15张铺子 对然后 可能要弹个三四分钟吧 反正其他 给键盘相比 都算比较好的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 反正挺多唱跳节目 我就挺期待的 vibe嘛 或者是 那个16 shorts 对 还有那个 身体白马 哦 还有那个 嗯 狂练 反正我都挺期待的 就是 斗琴那个确实 我需要 那个节目 我只需要 我给自己立的目标就是 只要 就是放松心态就行了 希望我就正常发挥吧 正 只要我正常发挥呢 在我这里我就算胜利了 我希望 第一天 呃 表演的自己 可以给第二天留一些空间 反正就是说 我对我自己说 第一天我就说 苏星号 你是最棒的 嗯 你就是 最牛的 你就是最帅的 哦 就是 就是你搞这个东西 你首先你得有自信吧 你没有自信 你上台 就是你不自信 嗯 那你展现一些东西 你也不是很自信 对 希望 希望 二十二号的初心号 一定要自信 嗯 对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自己说 放平心态 如果说二十二号 有一些小事物 嗯 没关系 二十三号 嗯 你一定会就是 盖针过来 然后呢 就是 做得更好 OK 现在呢 我要为我二十二号自己 呃 拖延一点换装时间 对 咱们就是 聊一下天 对 呃 不知道现在台下的苏星号 现在换装 换到哪个地步了 我吸取上次的经验 我觉得这次呢 耳返应该是不拖 对 就是我每次换装的时候 如果每次就拖耳返的话 就特别浪费时间 对 我希望二十二号的苏星号 就是 尽量不要拖着耳返 不要拖耳返 然后就带着耳返然后换装 这样应该速度比较快 嗯 然后讲些什么呢 嗯 嗯 嗯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想象不到 就是一万多人的画面 是什么样子的 嗯 可能二十二号苏星号 已经看到了那个 壮观的样子 感谢有这么多人 来看我们的演出 对 我现在就差一个情 差一个情 然后我回过来谈一会 然后为我 为二十二号苏星号 拖延可能两分钟时间 哎我说二十二号的苏星号 到底够不够 我谈两分钟前 够不够吗 需要给你再谈二十分钟吗 我觉得二十分钟可能应该够 嗯 也许你那些妆发 呃 你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 嗯 相信你 对 唉 唉 唉 苏星号好没有 我不想在干什么了 苏星号 苏星号我跟你说 我最多再给你拖延30秒 不行了 OK OK 好 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 呃下一个节目可以呃可以上场了 呃 导播老师这边给一下画面 呃 邓光老师确认一下 呃 抬口老师推一下 抬抬口那些人抢装的赶快抢 听到没有 好现在我宣布下一个节目上场 上场准备 顶点 开始 好了 二十三号我来了 二十三号现场的苏星号我听好了啊 我现在呢 要给你拖延一下时间 全场一万的观众跟我抬起手来 跟我一起做POP 三二一开始 右手POP 左手POP 手一定要做标准 手一定要做标准 好 现在去关注啊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三个元素 请你们做好哦 一定不能脱懒 好像脱懒不行的 脱懒练不到位 好第三个元素告诉你们 叫 WALK WALK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脏话 其实是 WALK OUT 意思就是走路的意思 就是 WALKOUT 对 这是一个元素 名字叫 WALK OUT 好 现在呢 WALKOUT 讲完了 应该讲 应该讲三个元素 叫 MASTERFLEX 这是我们的POP 教我们的第三个元素 平常观众必须要给我做好标准哈 好 起 走 你要感觉你像个robot 你的身体 你的核心要锁住 OK 好的 大家可以放松一下 OK 好 苏妍好 我尽力了 看你了 拜拜 就是 还行 我也感觉就是 感觉时间不多了 就是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只是学了 但是很多动作和词 还有古谱我都还没有记住 就是感觉 就是感觉 第一次在外地表演 可能 感觉会不同吧 应该去 广州应该没去过 就是不知道第一天表演完晚上休不休息的好 然后不知道第二天状态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彩排的时候很紧张 但是演出那天感觉也就不是很紧张了 以前反正是一表演就紧张 现在感觉都还好 我感觉现在想不出来说什么 唯一的就是可以骑电瓶车了 因为这个困扰了我很久 近几个月吧 感觉他们好像都挺喜欢骑这个电瓶车的 然后结果我还没有16 就很难受 怨我 我就想让我爸给我买辆电瓶车 演脑剑操现在开始 闭眼 第一节 按揉耳垂眼穴 脚趾抓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节 三 三 二 六 七 八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三节 五 四 八 四 五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四节 暗柔风 池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五节 按头部都麦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就是那个换衣服换的最慢的柱子型 赶快换 我已经拖延了这么久了还在让别人帮你穿裤子 拜拜 好 现在开始首功课 今天折一个青蛙 第一步 对折 第二步再对折 展开 然后这条边沿着这条边折一下 然后另一边也一样 然后反过来再折一次 然后反过来再折一次 OK 把这个往里面推 这么折下来 这么折下来 这边也一样 然后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然后这个角和这个角 这么翻上来 然后另一边也一样 然后这四个角都要把它翻下来一次 一边的尾巴把它往上翻 然后这两边沿着这个中线贴过来 我感觉不太对 可以 能起来吗 其实已经可以跳了 其实这种更方便 因为后面的步骤我已经不会了 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长青蛙 然后现在时间应该拖延的还不够 因为猪之心有可能还在找猪的老师给他穿裤子 我先吃一口他的面 先吃一口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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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吃多了一点 现在时间应该还不够 因为苏星浩和余涵有可能还在找助理换衣服 现在时间应该够了 有点匆忙 然后准备这么多节目 有点感觉缓不过来 心态可能没有那么差吧 担忧全是担忧 期待就是能把这个东西给记住 我也不知道我放的时候是谁在换装 反正就是慢慢换不要着急 然后呢时间我会帮你们掌控的 先说一下什么 先说一下这个吧 大家就看这个点 就那个点 就天天开心 就不要他们这个 然后呢 演唱会期间 也不要就是 就那么 然后呢 大家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也不要 那个 然后呢 最后对我自己说吧 那就 希望你能 操场发挥 然后呢 呈现出最晚的舞台吧 然后呢一两分钟换衣服的时间是不够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至少在五分钟 因为穿 脱衣服穿 脱衣服脱裤子是很 就是那个很浪费时间的 而且脱完了你要穿 穿了之后呢 你又要去服装 然后你穿了衣服你头发乱了 它就不好补 老实就要调很久 然后又流很多汗 那个汗又压不住 要一直压 然后压完 压完那个汗 要压油 压完油之后要剥口红 不完口红又要剥眼影 不完眼影又要粉底 不完呢 剥了粉底 然后呢又要干什么 又要带麦队 带了麦队 你又要在下面 就整理一下衣服 因为穿得很快就啃乱 穿完衣服呢 然后呢老师又回来给你调太多了 然后呢 边调边带麦就很不方便 然后呢 就那个耳麦就不能从后面 直接这么穿上来 而且有时候我们这些很多 十几个人 在一个 在分成两个 即使分成两个 换衣服的地方 然后那个老师 朱毕老师把几个 那个耳麦和耳反 全部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们是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耳麦和耳麦是哪一个的 而且要找一会儿 找就要找一份 那样不行 没有比我快的 因为我脱得很快 穿得也很快 朱新就是最慢的 一般朱新说 他是最什么的 他就是最那个 做什么的 就他的话都是一般说的反话 对 他一般就是会拉一个人下水 然后呢 他拉的那个人就是平时去挑衅他的那个 哦 余晗该上场了 然后上去比个页再下来 过了 其实呢 这段视频不是我想来的 只是我感觉 我被绑架了 就 被 被工作人员绑架了 他们非要让我跳这段 还值得我一分钟时间 看来 会哭到肚子 那就让我跳 求他们他们还不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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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辣了 从来没跳过 这么性感的 你好 不怎么样 这算是我第一次演唱会吧 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张 还是害怕会失误什么的 期待 嗯 就是期待和大家见面啊 就 说一下这个 中考心得吧 啊 这个中考吧 还是挺重要的 但 它也不那么重要 因为 它只是怎么说 只是说 一场考试而已 在我的认知里面 考试呢 只不过 只是说 考验你这段学习的知识 是如何的 而不能说 你的思想 是有多堕落的 有些就是 接受成绩好的同学 他呢 可能因为一次 考试了 而心情不好 他就在那很自责 但 但我觉得这没必要 就是 它只是一场考试而已 这个考试 它不能说明你这个人不聪明 它只能说是 你这段时间 对这个知识量掌握的如何 对 这个录取通知书 啊对 虽然 就是跟我 初中 就是啊 小生初得到的录取通知书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从初中换到了高中 但还是 看到就是 收到那一份通知书的时候 还是挺开心的 感觉就是 没有白 白努力吧 觉得非常的感谢自己 然后 感谢就是 老师 就是还要感谢 就是父母 也要感谢大家 就是说 在我这么久没出现的情况下 大家还能就是支持我 谢谢你们 喊一句话呀 高快点缓装 不然今天来不及了 请你麻烦你快一点 好吧 然后 不要太紧张 顺其自然 感谢你们听我在这废话这么多 对 然后现在的木质城应该 马上换装 要换完了 然后应该 应该哈 我也不知道 它的速度到底怎么样 应该它应该快上场了 对 所以呢 大家 敬请期待 一般般吧 就感觉迫在眉睫 然后 可能时间 都比较珍贵了 然后期待 就是 在广州 与大家相见 22号的陈天润你好 想必你现在应该已经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紧张了吧 想必你现在正在台下换衣服吧 既然 你现在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那我呢 又要完成拖延时间这个任务 但是呢 我就得思考一下 到底该干点什么事情了 我有好主意 我可以把现场观众都催眠了 然后呢 等所有观众都睡着之后呢 我就可以争取很多很多时间 来给我们换衣服了 要不我就来数羊吧 现在请全场观众呢 跟我一起想象 现在你面前有很多羊在跑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五只羊 七只羊 八只羊 九只羊 十只羊 But what I think about it? 七十七七十八十七九十八十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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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以给我们留了充足的时间去换衣服了 快点的快点的啊 别耽误时间了 怎么说睡着说不定醒得很快的对吧 有些人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说不定睡一分钟就醒了 啊 你快点换 教大家画画吧 画一只猪吧要不 因为就是刚好看到的面前这张粉色的纸 有点像一只猪 就可以创作一下用这张纸 火焰猪 教大家画一只 既然是火焰猪咱们就得选一点这种鲜艳的 暖色 像这种红色橙色 首先那咱们用红色画一个大体的轮廓 OK 这只猪大体轮廓就出来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我想象中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给它画四条腿 然后画一个尾巴 我不知道猪腿会长什么样 就是随便画的 然后呢画一个耳朵 火焰猪嘛所以说必须身上带点炫酷的特效 给它整点 炫酷的特效 虽然你看我这是随便涂抹 但其实每一笔都是艺术 因为火焰本来就是不规则的形状一直在变化无穷 所以说呢我的火焰虽然看似笔法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讲究但其实全是讲究 啊花火焰呢就是你手越放松 它画成呢就 也不是很像 不太会画 就这样吧 反正呢就是有那种感觉就行 火焰肯定也是有 分层的 还得画点 别的颜色 啊他眼睛得冒红光 就是那种 因为 都 都有点特异能力嘛 就是这样的 他腿部那得很邪魅 得是歪着嘴的 他腿是这样的 腿又要短了 不太符合他的身份 咱们给他画个鞋子 画个盔甲 好了 尾巴也得尝一下 才能显出他的霸气对吧 然后得画电光尾巴 画一个黄色的 OK 这是一只非常完美的 火焰猪 正好气候我们演唱会的主题 生于火焰 快点啊 还没换完什么东西 换个衣服这么久 真是 磨磨叽叽 拖拖拉拉 还不错 可能舞蹈会跳不好 期待的部分 有 但是不知道 就是现在知道的消息挺少的 嗯 然后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开始期待 绝着 结尾 演唱会 二次 最后 原本 最后 剩开 的 太帅了 董宇贵不要臭霉了 上台了 哈喽 感觉有一些节目感觉储备的还行 差不多了 有一些节目还是欠你啊 嗯 节目都挺期待的 然后担忧这方面都还好 我是7月10号的姚玉琳 换衣服能不能快一点啊 我 你要是再不快一点换衣服啊 我就被迫在这里接受惩罚了 现在啊给你十个数的时间 来 一 二 三 四 换完了没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秒了 总该换完了吧 还行吧 舞蹈 声乐也没啥问题 舞蹈 嗯 还好吧 八 比较担忧的是 春舞和雨舞吧 比较担忧的是 春舞和雨舞吧 比较期待的是 好久了 你晓不晓得好多人在等你 真的点了不长点心 最后给你一会儿机会 我说三声 三 二 一 明明 作词 哈喽大家好 首先呢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演唱会 观看我们的表演 然后呢 现在的录制时间是7月10号的下午7点07分 但是 根据可靠消息 这一个视频应该是在7月23号 我们中间抢着换装的时候播出的 播出的时候也是我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我的生日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我希望我在后台换装的时候 能够听到来自你们衷心的祝福 一定要吼大声 不然我是会伤心的 我觉得筹备了一个大概吧 还没有筹备的太好 就是怕自己在舞台那天的时候 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所有好的地方发挥出来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完美顺利的演出 我想对现场的自己说 不管你在现场完成的好与不好 但是都要怀着一颗良好的心态去完成这次演出 那我就唱两句陶哲老师的 刘沙陶哲老师清出了一个版本 我也觉得很好听 并不是真的 路过而已 也不是真的 不敢想你 全都不是真的 是骗自己 其实还爱你 爱着你 爱着你 我以为我早想清楚 不由自主缓缓缓糊 又走回头路 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 就这样